字幕精明 EXO 大家好,我們今晚到加拿大香港台正敬基 其實我們在上次談論時也歡迎很久以前 但是时光飞逝了 现在你这个政圈 都真的变成了一个慢慢是insider 而且越来越参与得深 这次我们想访问你 就是因为最新的资讯 就是你想竞选加拿大国会议员 说这个也是挺震撼的新闻来的 不如跟我们讲讲你的planning 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个决定 所以每一次都要多谢Simon 因为每一次都是一个很难得 因为我知道你最近都不是经常会做很多访问 因为你有些时间 那我这个决定都不是 其实不是一个很冲动的决定 都是一个很漫长的 其实是这几年我想 就是在2023年开始 会感受到开始有少少 对于这方面里面觉得可能 政治真的可以去很实在地 帮到一些在地的人 或者整个加拿大的事 那我就慢慢有兴趣的 那其实你对上一次 就是我们香港台的开始 那我们很多时候就讲开 就是最初过来的那个身份 是可以还做些什么呢 那在这几年里面 就是我经常都在问自己一样东西 就是从小到大都是 怎样可以做一个分别 怎样可以做一个分别 那我自己这两年慢慢知道 多了不同人的平台 多了很多YouTube频道 那身为自己香港回流的加拿大人 那我自己在这里 怎样以这个身份再继续下去呢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思考 那也都很多时候会和自己太太分享 和一些很close的朋友 那似乎在那个 藉着一个香港台去发声 或者去令到大家有一些情绪上 互相交流的机会 或者在这里有一些活动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呼吁大家一起出去 那都已经做了这件事了 那日后还可以怎样可以 就是下半场 就是自己还可以怎样多一点 那个value 去对于这个身份 那这个就是真的我自己的思考 因为我们经常都觉得 怎样可以 on one hand retain香港人的identity 但是又应该是要 即是积极融入各地的社区 其实是很大挑战的 很多朋友会觉得是一个两难 就有少少 就是医得饿 有时过分为老 有时就完全结合了 就真的 徹底连广东话都不懂 但是去到中间落墨的地方 就是要说现在这个模式 就是怎样可以 保持着一个频道 同时去到一个地区的联系 但是说是 好似很简单 但是其实你去到实践的时候 就知道困难所在 选举是一件非常高难度的动作 你怎样看 我不可以怎样看 这个完全是一个完全零经验的人来的 就是你平时做节目 讲选举或者讲不同的 刚刚才有美国的初选 台湾的大选 加拿大之前的大选 都自己好像很熟悉 对于这个题目 原来他讲的时候 和自己慢慢踏脚进去的时候 是很不同的 为什么他会成为我这个2024年 就是只是做一件事这个决定呢 我想是看到 就是参与很多 就是首先是香港人的社区里面 就是很多其实以前在这里的时候 就是很多人 藉着香港台也好 我自己的社交媒体 他们会私信我 PN我 我又怎样怎样 或者移民了来这里 不论是情绪上高 经济上高 甚至乎是怎么去找工作 那你就慢慢会有些网络 原来你帮助到人的时候 让他的生活 或者他的决定 或者适应的时候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 适应的生活模式 那就好了 那我就觉得 Feel很好 但是呢 你来了这里之后 原来没多久的朋友 大家就发觉 咦? 好像来了一个环境当中 都好像结束了 咦?不是我所预期的 为什么好像整个economy 就是越来越坏 在那个文化教育 所有里面 好像都不是自己掌握之内 那大家就有很多这些问题 你看到大家 instead of 只是讲香港的事 他们是有子女那些又讲 自己工作的机会又讲 去找工作的难度 做不回那样东西 怎样可以 有一个多些的 就是加拿大 为什么那个条件 现在越来越差呢? 那就令我想起 啊 那可以怎样呢? 那就其实有不同的参与 很多时候就会有机会 上到奥泰华那里 他们有一些小组 有时候去接触他们 或者跟一些人上去 看他们的诉求 我很记得有一次 最深刻的一次 就是 香港人那个 Stream B Stream A 来到之后 可能他自己读书 他另一半 就继续工作 可以捱住 咬住那块钱 那突然间 是要 Master Degree 就是博士学位以上 那伴侣就可以拿到 那个 部署的OWP 才可以做事 即是伴侣那个 那现在呢 就变成了 这些政策 是影响着 你来了生活的人 或者将会计划来这里的人 那完全是 大家在想着 来一个加拿大的地方 里面可以做些什么呢? 那你就身为一个 就是 整天都想着去帮人的人 那很多时候 我们就会第一个时间 去找一个NP 我们最希望 有不同的议题 我们都找NP 国会议员 不论你英国也好 就是在加拿大有限 那我们很多时候 那一次呢 就是有很多人 卡住了1617 因为当时联邦政府 推出一个 就是移民 或者叫救生艇计划 就在那里 突然间 那个厘清的时间 变成了很多人 计算错了 或者他计算得不清楚 很多人突然变成 要随时 要送回香港 那时候呢 就真的有一大群人 很彷徨 那是几百个的香港人 和家庭 是会受到影响 那你见到那些彷徨 不论是 上去不同的平台 做访问 指媒 Local 那他们好像 真的要去 有一些收集签名 那你就见到 各人在他的岗位上高 我们平台就帮忙宣传 那件事 如果能够去屋泰华 帮他们可以一起 去站在一边 去希望多些人签名 或者更多国会议员 会留意这件事 帮忙在国会提出 不如修改那个时间 一路你都见到 自由党没有去更正那件事的时候 那大家就越来越彷徨 那后来就 你看到多几次的时候 就多些人留意 慢慢知道有人报道的时候 那些国会议员 又出来讲多些的时候 又会了解香港的国会议员 会讲多些的时候 那他就开始产生了一个改变 然后连那帮人都变成不是苦主 我最记得那天 我在电台听到一个访问 原本那帮苦主 叫1617苦主大联盟 他说 那你现在通过了的时候 你会做些什么 他说 其实我们今晚 就已经想着去饮饭吃吃 去慶祝一番吃Hot Pod 那我在想着 原来一个政策上的改变 或者是一个国会里面那个层次 一改变的时候 原来可以这么大的改变 那我常常都会想 啊 为什么我们通常都是找别人 那我们自己香港的族群 来到这里少点找到 就是不是没有国会议员是香港人 不过那些是很久之前来的 即将来讲新的一批是没什么 那我就开始很关注了 那也都有一些不同组织的朋友 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去从政啊 或者加入去这个尝试去这个途径 那我就其实对于我 我想大家认识我 就是做了30年以上的演艺生活 做广播 做网台 那全部都是一些 就是给人感觉是 带给人一些轻松的时间 就是你去从政 就是其实对于自己是很 一个没有信心 还有我想Simon 你接触的 就是之前的所谓政治的方面 就真的我想 就是一个在地和一个在太空那么远 那我心里面是完全没有信心 那是怎么样呢 那其实他们就说一样东西 如果你在传媒里面 或者在这个演艺界里面 那么多年你累积了是什么呢 你累积了别人是很认识你的 就是很容易沟通 有一个很容易被人接受 或者沟通的能力 或者你浸了在那么多年广播 或者是一些传媒里面 你是可以发问问题 或者是问一些应该问的问题 或者你可以问一些smart的问题 那现在正正就是很多时候 你遇到现在的政府 它是可以带到不理你的 那些人就很怕的 也都没有人可以问问题 那你在维外的时候 如果人家不回答你的时候 你自己在里面 那里面如果能够问问题的话 那我就慢慢在这方面思考 自己也都祈祷 就是我自己是很相信 那么久以来 我所经过的每一个新的挑战 或者新的难关都好 我都是和太太很安静的 到底自己是否适合做这件事呢 完全的生活不同了 我其实经历过少少一个这个阶段 其实你做演艺的时候 娱乐圈的时候 你的生活都被人用放大镜体 不过你就被市民啊 狗仔队去看你 那现在你做了网台的时候 你最多都是自己每一天 要预备好自己 但是你就开始慢慢就发觉 咦 你的所有的言行举止 不是代表你一个人 你一个人是 你不需要做政治的 你做自己的事就可以了 但是你在想的 你所说的东西 是代表着这一个 这一个族群的其中一个 就是进到国会里面 是希望令到那个国家 是可以有所改变 和令到整个族群对于这个国家有所贡献 因为正正是因为整个加拿大 是说的是多元文化 多元族裔 那以往其实整个加拿大 根本就是一个移民国家 有印度 有乌克兰 有其他的族裔都贡献了 那香港人其实在这个多人多 或者加拿大里面 是很多代的香港人在这里 建立了很多东西 有商业 有地产 有饮食 有商场 有文化 那这些是以前建立了 现在到今时今日里面 我们看回 在政治上高 如果要代表香港人的声音 入到国会 那个代表性是很低 不够高 那我就在这方面觉得 可以试一下 试一下 因为我没有想过是赢和输 我就是在想 如果能够有机会去尝试 那就这样的意念开始 要参选 首先在加拿大系统 要玩个初选 初选又要跟大党 那你是在认识哪个党 你是加拿大公民 但是你是否以前一直都是他的党员 还是你近年才能确认你的 这方面可不可以和你回去 可以 我其实在香港在国安法回来之前 7月1日的时候 我是6月底回来的 那一回来 在疫情期间 我结束了疫情 第一个事情就是 出了一个公开的场合 因为被邀请 那当时来说 很多人都关心香港 那当时的保守党党会 叫做Aaron O'Toole 那他去到华人社区 亦都是香港人社区里面 他就希望能够代表大家 去胜出当时的联邦大选 那我就有机会有行地 就坐下和他聊天 那当时是一个吃饭的场合 那他准备出去聊天 但是他停下来 他说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我说我刚刚到的 那我就坐下 他用了10分钟 我记得差不多9分多 和他聊天 那他第一件事就是 其实你有对于现在香港的情况 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很惊讶 通常他会说个hi 大家拍张照片 这样就算了 他说多谢你支持 那就行了 但是他原来坐下和他说了10分钟里面 其中我想大部分的内容 就除了很关注香港的一切发生的事之外 但是他也说到 其实我有一个亲戚 都是在香港的 我的亲戚 所以我对于香港是很清楚 我还记得在说 航空里面的服务 所以我就觉得 有人这么关心香港呢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如果有政党这么关心香港 我也想那个政党 或者是那个很接近我的基督教那个 基督信仰那个价值 核心和我很相近 那我就当时在 我想现在直至现在是三年多 那我其实就是一直都在保守党里面 那一直都对于那个理念是没有变过 那我只是见到 在一年前左右 当加拿大很多东西都 就是其实加拿大 我杀来背三次 就是每一次呢 我小时候来读书 那时候是一个很光辉的年代 那我其实呢 就第一届 那时候来的时候 第一次80年代 那我觉得 加拿大给了很多的东西 那我就觉得 哇 可以在这儿参加完歌唱比赛 还回去才读完Business 那就立刻又可以做到很多东西 就认识很多 就是见过世界 浸过咸水 好像很 就是很开心地回到香港 那第二次回来呢 我就带着一些小朋友 就是我觉得 我自己我妈妈很好 让我有机会来到加拿大 一个这么好的环境 我当时认识了很多族裔的人 帮我大学的时候呢 有希腊 有德国的朋友 他 我成绩很差的 最初 那跟着呢 他教了我一个季节之后呢 我们又成为好朋友 language 又好一些 那之后呢 就很好成绩 也挺好成绩 那我就觉得 我的小朋友都想回来 那当时的加拿大呢 90年代呢 又是很好的 那直至我2019年 即2020年回来之后呢 哇 加拿大一路走样 越变越差 越变越差 哇 差到一个点 就觉得 大家来到这里 好像适应了之后 那么难的 就是所有的 就是那个经济环境啊 生活条件啊 民主那个内容啊 都好像变成有些类似 这么像我经历了的香港 那样的 那我就觉得 是时候要改变了 那我当时就有一个 一年前有一个 保守党的党会 出了来 就是PMOEF啦 博丽智啦 那他所说的 common sense的政府 就好像突然间 令我想起 哇 很多东西 为什么好像 想起香港 那么多东西 那么common sense的东西 为什么不会回应 市民的诉求呢 不会make adjustment呢 为什么会用出一个 緊急法出来呢 去冻结人的钱啊 各样东西都出了来 我见过 为什么会重复在加拿大 这个地方 那我就 在那段时间 我就觉得 跟那个 就是他们的领袖出来的时候 就越走越近了 我就觉得 嗯 原来一个 我最近跟我看了一出的电影 我就见到 啊 一个人说到 如果 一出引导电影来的 他说如果一个人 又可以诚实 但是能够有 权力的时候呢 那就是可以 改变了很多 有一个很大的impact 那我就 从他身上我看到 哇 当他很想做一件事 而且是 来自 他和他太太 都来自 他自己被收养 他自己 他太太是一个移民 来自委内瑞拉的家庭 在一个 和我们香港人过来的环境 很吻合的情况下 他能够 可以去到现在的阶段 那现在你看到的就是 大家为什麽可以 就是 都是这样的时候 是时候要改变 那你改变的时候 你希望有一个 正确的人去做正确的事 所以我想 这个时间就是 我觉得 好像各样东西都有一个 时间性 那我就去尝试一下 在这个时候 参加这个 这个 从政的路 加拿大近年的执政党 都是自由党 其实他们有没有 都联合过香港人 或者当地 香港的 是不是都可以叫做 乔领 或者你本人 有没有想过 其实那边的政党 是不是都可以接受 有没有曾经想过 我都可以试试那边 还是你一直都很承认 就是我就是 加入这个保守党 其实他们一直都 其实拋出了很多个 其实不单止是政党 其实他们拋出了很多个政策 不论房屋政策也好 就是经济政策 医疗政策 甚至乎一些投资的地方 就是由疫苗的时间开始 其实他们每一次 就是一次又一次 被人看到政府的操缩 就像疫苗 他们花了十几亿 在一些疫苗 投资一间 灰巴克省的一个公司 那个主持人 那个主持人 是一个中国人 那你就发觉 原来一支疫苗 都没有预送过 那为什么这笔钱去哪里呢 那有很多 就是我们加拿大人 用过那个 所谓的疫苗通行证 arrive canada的app 原来也是 就是有很多的app 里面 里面你看到 有些钱是输送了 给一些不合条件的公司 而是最近一次又一次 被人揭发了出来 是很多被人揭发了里面的钱 是为什么会落在一些 不是很符合条件的人身上 而不需要有信心 而自己那个 连他们的党魁都会去做一些 没有去避 而不懂得有这个 这么简单的智慧 去一些conflict of interest的事情的时候 我想我是看见 为什么这么多 就是我在未进去 想这个政党之前 我说 只是好像每次推出一些 就是房屋政策也好 经济的刺激也好 都好像不行 还有很short term的 你唯一只是可以说 OK Stream A、Stream B 的确是很多人 在他们执政的时候 推出了 其实推出之前 有很多不同的政党 提出这件事 也有很多 甩漏的时间 当然这件事 都是要多谢他们 令到很多人 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但是突然间又会 因为房屋不够 令到所有租金 起不设楼的时候 想不到 那是挂在哪里的时候 就挂在移民 学生那里 那你就看到 立刻就收紧了 好像一天就立刻变 我想起这些 搬楼门的动作 转政策的动作 好像一个很熟悉的地方的时候 我就很少会考虑一个 其实当你去这么多年的 都证明了 你每一次都施政失败的时候 那我就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看得多了太多例子 那我自己就觉得 不需要Canada 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这样 现在参选初选 本身那个system 就是应该要 这个党去做一个内部的调查 那么 identify 那个党的人 就可以indicate 他的preference 而初选 其实 整个procedure 应该就是这几个月内 会出现 但是我想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大家参选 就是想赢 但是 要代表加拿大任何一个选区 当然也要接触各式各样的人 其中一个当然包括了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 是 那么香港台有很清晰的 stance 和identity 那你会怎么去 handle 你想代表那个选区之内的 特别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 就是他们会不会都 就是有一定的成见 还是他们其实都是可以接触呢 你觉得 我想两种人都有的 两种人都有 我来了加拿大那么久 也都遇过一些 就是很支持我们香港的 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的 那么 首先 讲一下那个选区 叫Markham Unionfield 那么其实 就是最初 有两大一个 华人聚居的选区 我都考虑过的 一个就是Richmond Hill 就是利致民山 那么 很多香港 很多 就是华人的面孔 那么 另外一个呢 就是 叫Markham Unionfield 那么就是 于人村 那么最终为什么来这里呢 其实我自己 就是正如我所说 我是零 零经验 我只是知道 就是问人 就是到底里面 一些资深一点的人 觉得哪方面的机会 会是大一点的时候 那么他们都是指向 就是这个Unionfield 他说因为呢 这里呢 百分之六十五呢 根据2021年呢 都做 就是华人的population 就是最大部分是华人 而有三十百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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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回到你的問題 到底他們對於我這麼鮮明的一個立場 或者是一個香港的經驗呢 我就覺得其實香港人或者香港族群 這個這樣的代表其實有很多其他東西的 我覺得其實正如我所說 有幾代的人 香港人是來了這裡的 其實他對香港人或者對於我 其實他除了看我對於香港的一個經歷 我覺得他們就算 除非有一群 他們還沒有生活很久的中國人 是這麼說 他們其實他們都會學會了 因為這邊他們所說 大家都在多元文化的互相尊重 那你有沒有一個尊重的一個基礎呢 你會不會尊重我們有一種 對於香港經歷一個受傷的感受呢 其實你有沒有受傷過呢 我覺得 也都可能找大家的 common ground 我想在這裡裡面 也都很多人經歷過 他們好幾代 或者有些最近來的都經歷過六四的 他們家人都知道六四的一個情況 也都是因為這樣而來的 那也都有大班的人 我所遇到的 甚至乎現在遇到去找人去支持的時候 是有一些大陸的團體 簡直是很覺得 你真的要清晰一些 知道自己是香港來的人 不需要傻掉自己是一個香港來的 你們經歷了的事情 他說這裡其實有很多人是很害怕發聲 或者他們未必去習慣 他們對於投票未必是這麼熱情 因為從來華人在投票裡面 甚至乎 我想加拿大或者其他族裔 都有些冷感的 除非那個議題對於他們是很關注 例如經濟上高 住屋那些 他們的子女的教育 這幾樣東西 其實我想香港其他族裔 大陸的朋友 他們都會有這方面的憂慮 其實是憂慮得很厲害 最近的治安 整個國家裡面 在自由黨裡面 就算有些人被拘捕了 其實他們有一個見率 叫做 就可以拘捕 不能拘捕 反而是 試過在一年裡 就是去年溫哥華方面 出現 предложение 有40個人被捕死至1000次 那他只是同樣的40個人 那就是全因爲政策上高 就是你抓了是立刻可以给他保释出来 那在那个保守党里面就很慎重地是一个 你抓到他重犯者就肯定他不可以保释先 那我想从一些大家都共同的common ground那里找 那也都很尊重地告诉他 我经历了那个伤痛 是来自突然间你没有了的一个民主自由 就是我会叫他幻想一下 如果当加拿大例如你的学校里面 突然间你的学校是不需要通知你子女的一些个人决定 而夺走了你的知情权的时候 你觉得怎么样呢 那我想他就会开始慢慢 就是如果人突然间去拿走了一个你是以为必然的东西的时候 那我想我们就可以慢慢谈了 就是我说你不会拿到所有人同意你 或者你单凭你一个华人的面孔 打算说几句国语或者英文就行了 但是你真正以一个香港人去想 去改善这个加拿大的环境条件不是给自己 就是你自己来到也是最多想着你自己可以买多几间房子 但是你的子女来着或者你的孙子是会怎样呢 所以这个东西我想我希望找到一个common ground 去找他们的支持 如果要找他们的话 在初选的整个process 有没有一个目标如果拿到多少票呢 就叫做相对稳阵 可以比较decisive的代表这个党参选 你的目标大概是多少票呢 这一边就十几万里面你可以说难也行 说二也行 他就需要有2000名成为保守党的会员 他才可以推举里面党里面出线 这个区里面就有12万人左右 在12万里面我是要找到 12000个大概这些可以是PR以上的 就是永久居民以上的身份 14岁以上他去入了这个保守党 去推举我 因为在这个里面有不同的人都会参选 有A有B有C 那我怎样可以代表我这个族群可以出线呢 就要找到这些人去支持我 因为以往来讲 因为为什么要签他们觉得这样是会 这个都是他们给我的意见 因为有很多人到时没有空 上夜班去旅行 家人生日 不记得了 那他说通常出席率会变回20%至30% 那这个就成为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界线 那我这个就发觉最近开始的时候 真的有点难度 就是你找你的朋友 去找人打电话 朋友与朋友之间 通常有很多人我们去想 去forward给人的时候 其实forward是没用的 就是那些人看完之后 根本就很难回应 你基本上就是要逐个打个电话给他 给他解释 为什么你希望你支持我 我为什么会可以令到你这个住的选区 可以跟整个加拿大接鬼也都会令我们在里面的人 在这一区里面是会相信 令到有一个好一点的条件 给这里的居民 那我们这边是一个很历史的地方 一百多年就已经有加拿大人在这里居住 所以那个history 怎样去保存之前的history 将很多的culture 在现在的新的culture来到这里 那我其实上个星期 有一样的令到我可以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上个星期就去了一个 就是意大利族裔去 去支持我们的 就是保守党党灰的一个rally 就是一个造势大会 那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 我可能去到就是一个 是不是给面子派对啊 就是别人邀请你 其实我一点都没有这么想 因为我去到的时候 我就想看一下 就是你刚才问我 就是为什么你没有考虑过其他的政党 可能这个政党里面的政党是怎么样 我很想确定我要去投入政党里面 那个领袖将会带领着整个国家 如果能够当选的话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或者起码他讲的时候 讲的政纲 或者他讲的会不会好像讲到我 这样扭掉了 但是令到我很明白 很清楚的呢 那我进去的时候 哇 我看到的是 五六百的意大利裔的人在这里 意大利的加拿大人 那入到去 为什么我会这么notice呢 他们跟我说 以前就在一年前到 只有一百人都不够 在这一年里面 其实意大利从来都是 这个自由党 投自由党的一个族裔民族 他说这一年里面 因为整个经济 连他们这么传统投自由党 他们都改变了 如果要来看看这个保守党的党会 Pierre Ponyet 他有些什么说的时候呢 你看到有老人家 扶老葵友都来到这里了 那我想他还没出场之前 我看到的是很多人 用他自己的族裔 他们叫做Pierre 就是Italians for Pierre 我当时是在同景中 啊 Hong Kongers for Pierre 就是这个族裙 可不可以是这样呢 然后在场上 就打了很多 就是不同意大利在不同的时期 来到加拿大 他们做过些什么 原来跟我们香港人很相似 他们在很早期来到的时候 做些大家不想做的工作 他们做铺马路 我那天才了解一下 原来这么多construction 为什么是意大利人做了呢 或者那些建筑啊 建筑呢 原来是他当时铺了很多马路 是由他们来新来的移民 就做了这些工作 然后呢 跟着就 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们所做的事 然后呢 我看到一个 另外很触动的画面 就是一个 first Italian Canadian member of Parliament 的一个人物 是一张照片在那里 那我就想 哇 原来一个族裙的人 进去 是可以令到 不同 就是整个民族里面 那个 有所贡献的那种骄傲 很厉害 现场的人 每次的照片出来 他们都会谈一下 跟着你看到呢 有不同的 有省里面 有不同的国会议员 都是Italian 当天就算是host的 都是Italian 在那个地方 那我就在想 如果我一个 这么没经验的人 都能够尝试 有一个这样的 去尝试的话 会不会令更多人 除了其他的 贡献在饮食啊 商业啊 地产啊 上高 会不会 在一个政治里面 都有更多的香港人 可以令到 其他族裔 已经对加拿大 那个国家政策 因为这件事 很重要 我觉得 more than yourself 就是你可以 让整个族群 就是人家会认识到 加拿大 能够有今天这么好 是因为有 其他的族裔 你们投入了 你们的angle 你们优秀 想的一些方面 最精的东西 放入加拿大里面 成为一个很适合 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的心愿 我那天在里面 然后他出来的时候 当然很多人就叫了 好像我们看秀 那样 我想说 看秀那方面 当然我很兴奋 那么多人喜欢他 也等于你 不是很没跟错的人 这样的意思 但是 你说要看更多的人 在宏馆 我们看过很多 你要看一个人 讲话的charisma 你看杜篤笑 你见过太多人 有这件事 但是他说的真诚 和他能够 to the point 很多很make sense的 不论经济 安全上高 加拿大 对于人的 人权方面 怎么去 国际关系 怎么令到 加拿大 有回 的dignity 和国际地位 他真实实在在 令人一说就明白 都不用三句说话 大家就已经明了 所以我觉得 只要有一个 那么容易 他们说的是 一个common sense 的一个政府 他最后 说了一件事 我觉得是 我们每个人都想做 其实从来 加拿大的人 从来的政党 就是应该 令到加拿大 有很好的条件 然后你想 怎样生活 因为有一个好的条件 你喜欢怎样 你就怎样生活 最好不要叫我 你那个条件 好就行了 现在最惨 就是在 现在liberal 里面的政府 是政府越来越大 但是那个控制越来越多 对于你生活上高 基本上你想问什么的问题 医疗上高 你看到可以排 emergency 可以是有 排上超过一天 在emergency 医疗里面的系统 那你就会看到 喂 其实 这些医疗 对于老人家 很relevant 有成二万个 已经进入了来 所有族裔的 qualify的医生 和医疗的人 竟然是要六七年后 才成为 一些医护人员 而他们很qualify 全部都是专家 那我就想着 在那天里面 这支棋 加拿大和这个 意大利棋 那天 我就想着 有一天 就是加拿大和香港的族群里面 可不可以有 这样的experience 一个共同的经历 那这个是我 2024年 希望走这条路的时候 的一个focus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 politician material to start with 但是我知道 我很希望成为 真的可以代表到 香港人去 make Hong Kong proud的 一个人 可以令到 更多人 成为加拿大一个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你身份是一个artist 大家认识你本身是一位artist 在香港的时候 你有没有印象 哪些artist 是从政 你觉得是相对成功 as your role model 有没有这样的人 你想到的 有啊 Tanya 你当是artist 出身的 她是在舞台剧的 陈淑庄 陈淑庄 现在在台湾 为什么呢 我认识他 或者是毓文 我不知道 因为毓文做龙门阵 也是 我经常觉得 他们总是目前 你说如果做演员 现在你这样提到 我真的想过 我真的做一些research 到底加拿大 整个国会里面的history 里面 有没有一个artist 或者是actor 或者是一些singer做过呢 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到底有没有 香港的艺人 或者歌手 成为过加拿大任何一个 尤其是在国会里面 没有的 有没有香港人做过 Members of Parliament 是有的 是有的 现在都有 但是如果成为一个香港演员 艺员的Canadian 成为国会议员 真的没有 你看到后面这三个 我刚刚刚和Simon 在做访问之前 其实昨天刚刚好 我和自己三十多年演艺的生涯 里面正式说了个拜拜 想了很久的 因为从此可以 我想可能Simon也见过我 早上做节目 有时间中 我穿着一件神衣的 我觉得很有型 早上起床 就和大家见面 但是你不是再代表你自己 你是代表人家 怎样看香港人 所以我就觉得 当然好像在政治上说 我需要大家给很多意见 好像Simon也要给很多意见 我可以怎样 improve自己 怎样可以在政治智慧上高 或者怎样说话 才可以令到别人留意你 但是我希望以一个最真摯的心 就是由外边开始 我就收起我以前 以后有些人说 你不要去唱歌了 因为你甚至乎是 会影响到一种的人 别人对于整个行业 就是你政治人的想法 那这个事情就是 我要完全和自己做过的事情 说再见 就是我要好好地埋藏了他 以后就只有我和我太太 或者我祈祷的时候 才知道可以 是我自己真的生活 那些衣服就没得再穿了 闪亮亮的衣服就没得再穿了 那你说有没有艺人 我真的不懂 就是台湾有没有的 就是Simon 反而你这么久 有没有谁可以借镜呢 你觉得我 我只知道美国就有Ronald Reagan 就是这个大家就很出名的一个 就是朗努列根 他是做过美国的总统 做得很出色 是因为他很有那种 就是出来的那种风范 就是一路能够有这种东西 那他们很多时候都说 你其中一种参选的quality 其实你当你是在一个舞台 那就可以了 我说 我觉得在一个舞台里面 不是那个不是我 所以这件事我完全没有想过 有哪个香港艺人去从政 而很成功 我真的想不起 我没有这么想过 也有些例子 未必很成功 例如香港 是否方国生 和红星出生的 哪吒 哪吒 他在将军澳 我记得 他是区议员 现在我不知道马俊卫 也算不算从政 广议员也是 台湾反而比较多 近年比较出名 就是Freddy折下力量 做了八年立位 闪令合队 但是 因为刚才问过问题 其实有个潜意识的朋友 认为艺人参政 可能会不太认真 也是想提高知名度等等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你会不会都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希望尽量令到大家觉得艺人 其实也是很认真的 还是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你怎样看这个名称呢 我觉得呢 如果我由我开始 考虑正式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如果我由头去想一次 哇 里面所经历的事情 每一天 重复要去做的事情 以及你每一天 对自己的discipline 对于自己的要求 除非你以为是一个工作 其实呢 这件事是我每天的祈祷 是希望将我对加拿大 所赋予给你那个位置里面 你可以每一天想些什么 improve your 国家呢 到底你每一天里面 你的character 你的integrity 你会不会再可以多些呢 你可不可以再忧心多些呢 其实哪有人会 做娱乐圈是你希望不要忧心啊 做了那件事之后 做完那个show 收完掌声 那就算了 这个我发觉 原来politician 我硬见了 我上去奥泰华的时候呢 我其实给他们的 新路去touch到的 就是上次一个 袁卓会议呢 就是 跟Hong Kong Watch 跟Benedict Rogers 上去呢 就是说香港人 NPF被冻结的一个情况 那原来最大的两个机构 是加拿大的 就是Manual Life 和Sun Life 那我看到呢 其实他们去召集人 Ton Kamesh 就是他呢 是结束了国会的辩论时间 突然间 就是结束了 他就要有下一个会 然后邀请其他的国会议员呢 希望去关注香港的事 然后那些人是跑过来 还要在那边一边开会 一边喝水 以及在吃三文治 而已 是说香港议题 要多花一个多小时 跟大家说 怎样可以令这件事 在整个联邦里面 在谈谈的层面 是说很多赤字 说香港是好像很多 十几二十几亿的加币 是被卡住了NPF 但是比起整个国家里面的赤字呢 就真的没有说到 但是他们都这么用心 以及在想 怎样可以令多些香港人的议题 可以被留意 那我想 就是那件事 令到我很感动我 很触动我 因为 我觉得 原来国会议员 不是可以 只是 好像被人去拍照的 就是只是签名 你有什么求他 将议题 原来他们要谈议题之前 是要找一两个 开始那些 同意你那些 就是你要懂得去找人 和朋友 去找到国会议员 和你理念相近的人 那我很希望 我们香港人 经历了这么多香港 那个民主 就是那个里面的 一种 就是失去的一种经历 就是没有了相普选 这种的 这种这样的体验 去将这件事 预防加拿大 都会慢慢步向一个 好像 一样 就是没有了 那种 人民没有了 那个民主里面 那个意识 那样东西 在里面 所以 是的 就是如果是这么辛苦的 就是我想说 做一些艺人 一些都没有好处 就是你其实 好处就是 希望那些人 认得你 去能够 给你打开的话题 而更加难的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说 郑基你去做政治 行不行 政治要很多能耐 每一天里面 要见很多人 你行不行 那首先 我就要问了我太太 你行不行 问了我的子女 你行不行 那他们说 去吧 你去做 尤其是很感谢郑太太 多谢Angie 她无条件地去 这样去 成为我后盾 就是我感觉到 就算我在这条路上 没有 就是 当不行 就是 首先我一定希望可以 希望大家都会支持我 但是不行 我不会觉得 是一个损失 因为我觉得 能够 有这样的 calling 去试下 做一件 比自己更大 大很多 就是那个意义 超越了自己 我想整天我都是 最后 就是我想说 我小时候 我常常乘搭飞机 也好去旅行 很傻的 我常常都说 不睡觉的 我是一个不睡觉的人 如果有什么事发生 你可以通知其他人 那就会 可能被告一劫了 那这个 我想在我生命当中 是整天都在的 就是我不觉得 我是一个特别聪明 特别有智慧的人 但是呢 我就觉得 我整天都是想 make a difference的人 那这件事 是我不介意 人去 就是 告诉我 你应该怎么做 最好你告诉我 怎样做 我去吸收 我会做多些功课 那希望能够改变 这个社会 不要只是为自己 多些人为其他人 为一些 就是你想想 对上一次 刚才我们所说的 你一个政策的改变 能够令到 这么多人 本应几百个家庭 是在流汗 我要如何回到香港 如何面对着这个危 就是危急呢 而一个政策 可以令大家 今时 今天里面 他们变成 Young Professional Network 由苦主 变成Young Professional Network 生命的改变 是不是很值得 这件事去尝试呢 那我 这个就是 我每一天里面 看到有些朋友 总之我觉得 会带来转变呢 是一个好的转变 我就觉得很愿意 很值得去赴上 而且我觉得 有很多人 为我祈祷 那他们都说 嗯 我们为你默默祈祷 今天有人打电话来说 我是哪里有人朋友 叫我来 和你支持你的 有的 也都有一些人 试过 他不是住在我这一区 他说 我试试和我女儿说一下 他去打一场羽毛球呢 他找了 几个人来支持我 他说 哎 香港人 请击选 你知不支持 他说好啊 那就支持了 那又有这些故事 也都你刚才说到 有一些大陆来的朋友 他将他自己在这里 就是 在这么多的 就是加拿大政治的经验里面 和我说 将他对于 就是 就是 政权里面 受过的经历 然后如何在这边可以转化 如何去令到一些 就是 其实可以跟你一起 共同理念 一齐 只不过你不是在说普通话 但是其实他背后 是同样跟你一样 希望加拿大不要变成 另外一个中共的一个 政权的一个地方 这样的思维的一个地方 他说很多这样的沉默的人 在这里 他愿意和一起去 所以我觉得 只是这件事都很划算 那累不累呢 非常累 每一天都很累 但是 就是 开始了没多久 就是一个月 要真的去打很多电话 但是 也很值得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想着 这是你的开始 还是你的 一个实验 比如说 如果今次你未能够选 你会继续走这条路 还是觉得 证明可能是 知路不通 再有其他方向 因为通常很难第一次 就能够赢得到的 在这条路之下 那你打算是 会继续走下去 还是你会看看 那个反应 再做个研究呢 我会将 那个梦想 成为我最大的推动 就是那个 很童真 令到我成为 最大的力量 令我在这一次 希望出选 就是保守党 在这个Unionville 区里面 就是出选的一个 其中一个 最大的动力 因为这件事 是令到 凡事有可能 大家团结就有可能 我们香港人 是相信这件事的 但是 一路去的时候 那当然 你所说的 也是reality 就是 我最希望 会不会是一个 梦想成真呢 第一次就得了 而且是一个素人 就是对于我来说 真的是一个零的 好像真的是 就是挑战着的 因为 听闻是一个 两届的老大哥 很多会想捲土重来的 保守党在这一区里面 是一个印度裔 不过他七十几岁 其实经历了疫情之后 大家都需要一些新的思维 疫情之后 是怎样沟通 方法不同了 那些来的人都不同了 但是 我觉得是一个 不是一个实验 我真的不是一个实验 如果一个实验 是要和自己 以往say goodbye的 就是 就是 可能大家看上去我的样子 首先感谢我 爹地妈妈给了我一个 好像 大家觉得我还有很多年 去尝试不同的东西 反而我是问自己 你要不要走这个下半场 唯一一条 你觉得很有意义 我就是在想很多选择 继续在香港台上放法力 再令他更多channel出来 更多不同的东西 我想来想去 现在似乎开给我的一道门 只有一件事就是 2024年这个 那么重要的事情 就是政治这条道路 因为他真的好像能够 代表着香港人的可能性 我做不回 我离开了我的本土 做不回自己的本行 是不是代表我转了行之后 我的生活 或者我的事情 就要完全不同了 而且在感觉上 未必是一个good taste呢 那我现在这个 告诉我不是的 如果你可以代表自己的 自己做群 make a difference 而且别人会认可你的 difference 而且觉得 嗯 香港人 在政治上 令到整个国家的人 都可以的时候呢 那这个是很值得 不同的尝试 只可以这么说 可能今次 一来就是联邦大选 所以我觉得 嗯 在国家上 这个事情都挺好 因为他先开门 那会不会去到第二个 level 我真的不知道 我现在没有想到其他那些 我只是想到一件事 一个决定 就是现在联邦大选 我现在来的就是说 就算说是2025 那在个党选里面 或者区选里面 是说应该六至九个月之前 应该来的就是六个月前的左右 那其实我没有什么时间 去跟老大哥去战斗 除非大家一听到之后 哎 我要去 就是我去PR 刚刚成为PR 14岁以上 已经可以支持你出线 因为有很多人说 我没得投票 不是啊 你令到我出线 有些人说 我到时才投你 我到时投的那个 未必是同一个理念的 就是那个不是鄭英基 他是 没错 你投保守党 我也很感谢你 但是当时你投给一个香港人的梦想 一个就不是鄭英基来的了 印度的族群 有很多人已经成为了国会议员 但是香港2019年后的代表 好像暂时 今次在我自己走着这条路上 那我不是打算是一个选择 绝对没有 就是霍夫沉舟 用最老土的那句 每一天走每一步 只是摸着石头过河 总之今天有哪里开 有时会有多些人去签名支持你 有很多人有一天 就算你连你的朋友 认识了你很久的同学 原本答应说 好 我一定支持你 然后说 你明白了 都很难的 都有的 你那时候心里面 那些都有 但是原来你学会 每一天每一天 都有不同的经历 那这个就是 make up of 就是一个politician 的 life 而我的生命 到今时今日 我从来都没有后复过 我每一步 我每一阶段经历的我 那我所相信的 就是 未来的每一天 都会令我成为 造作一个更好 或者是更我未见过的 鄭英基 我真的没有想过 从政 真心没有想过 因为 我没有想过 是因为我觉得 哇 他们要很聰明 说话很聰明 转数很快 很熟悉所有的东西 这个 可能我有转数 就是读剧本 但是 对于政治上高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印象 直至在这几年里面 去理解 去每一天去说 去关心 看到一些人的改变的时候 原来这些就是政治了 这些就是政策 是可以影响人的生活 生命 街头陆宿者 需不需要在街头 一些小改变 就可以令到 就有很大的转变 一些不好的政策 就连一个垃圾袋 都会穿洞 一样 那所以 我很想用香港人那种 执生 转数快 还有肯听人说去学习 适应这个模式 融入成为一个 这个就是Make in Hong Kong 很大的一个学习 那 我想 没有一个 很精简的答复 所以Simon 真是辛苦你 因为你是用字 其余都用得很厉害 那你有什么呢 你记得给我的意见 我是虚心 因为我知道 看你的节目的人 一定比起我的政治的情操高很多 希望你们 你是真正的大胆 你能够到很多不同的朋友 我们每个人都是分工 我们够到的那些 可能会比较关心社会政治 但是说到Make in Hong Kong 你也是艺术 艺人最强的 真的是一个和公众沟通 所以我想 刚才和我们的分享 大家会有共鸣 如果有朋友 他在这个选区 应该在6月之前 他就可以回答 早点 早点 3月前 我希望4月前 有2000位朋友 因为他随时早点 如果最近有什么事 我就会担心 那真的立刻截止的时候 最多他说30日前 他有时候一截的时候 你只有14天去回答 那你其实也追不到 临时入党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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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他要21日后 你才有权投票 那就是投党内出线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算你以往都从来不入政党 还有告诉大家 我认识一些人 原来他三个政党都入了 他不需要告诉别人 还有最低的是 在这一年里面入党之后 其实你负责了之后 你不需要再是任何政党的都可以 那当然 希望你珍惜的政党 不是因为那个 就是 那个 为了我这件事 那就是为了理念 那当然 就是政党是要每一个政策 就是每一个政策 去被人 大家去监察的嘛 那就要给一个机会 就是保守党 未来里面 都会被人用放大镜去看 那希望大家都会 就是 给一个机会 我给一个机会 保守党 可以成为一个加拿大 下一个 就是带加拿大 回到国际里面 别人尊重地为加拿大 好 今天很感谢Joe的分享 多谢你 希望下次我们聊天 是你当选的分享 这个世界很难说 所以刚才你的信息很重要 如果是保持着便宜不舍 那总有这一天 大家一起看待 多谢 多谢Simon 多谢各位 这么有忍耐 这么有耐性的观众 多谢你们 给多一点意见 谢谢大家